甚至临于喇叭逃亡的路上,都不论吃几桶泡面,于是就有网友调侃,这个泡面牌子肯定是个大赞助了,更有网友被泡面种草,好去封锁这个叫小神龙的泡面牌子,结果发现这竟然不是广告,还是剧组道具专门做的泡面,我真的很想说一句,你们是有多近略行不过对道具认真负责这一点,还是很赚观众好感的? 下一篇小编将为您带来这个剧组,是为了实现背景的真实如何搭建各种场景和不知道具的